我终于发现我为什么喜欢养鸡了 我喜欢这种被簇拥的感觉 你看各种颜色的小鸡跟着我滋滋跑 养鸡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浪费粮食 吃剩下的东西给鸡吃就好了 大家好 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特别开心今天我们赌场有一位客人 他中了20多万美金的一个大奖 他玩的游戏叫终极的德州扑克 跟我们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德州扑克 稍微有一点不同 那个德州扑克是玩家和玩家之间的对赌 发牌员只负责发牌 我们桌面上的德州扑克叫终极德州扑克 除了玩家会得到牌 发牌员也会同样得到两张牌 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游戏 能让客人赢20多万美金 你说什么样才能赢20万 我也想赢20万 把你卖了值不值20万 我前两天去沃尔玛发现竟然有这种数字比较大的 就是牌面显示的数字比较大 它比这种普通的尺寸的这个牌的号码要大一些 方便我们观看这个数字 所以就买了回来 你看这个数字大的还有小的的对比就差别很大 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呢可以买这种数字大一点的纸牌 这种是标准尺码的 这种的数字就是大一些 其实他们的牌的大小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印刷的数字稍微大一些 这个对我们练习的时候可能更容易观看 刚刚我跟大家说 我们有一位玩家 他赢了终极德州扑克的最大的奖金 他是怎么赢的呢 他也就是赢了皇家铜花顺 也叫铜花大顺 首先就是五张牌 必须得是头五张牌 而且他必须得买这个奖金的这个赌注 所以他才可以赢 那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铜花大顺的牌型 要么就是铜花方片或者是铜花黑桃红桃桃花 这个就是橙尖一直石勾圈凯尖 必须得有这样五张牌 而且是铜花色的 那终极德州扑克在我们赌场是怎么个玩法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让大家也看一下这个客人是怎么赢的 当然我可能发不到这个铜花大顺 但是呢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玩法 赌注部分我们就不演示了 我们就演示他的基本玩法 很多亚洲客人都比较喜欢玩这个中级德州扑克 发这个中级德州扑克 那我们一般呢在赌场里是有两副牌 一副红色的就是这个底牌的底色是红色的 一副呢是黑色的 我们现在呢我就用一副牌来演示 还有这种切牌卡可怜我的笔记本 我把它给封面给剪了 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一般赌场用的是黄色的哈 但是我没有黄色的 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新的牌打开的话 这个打牌的这个过程不是由发牌员打开 换牌的过程是由主管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发牌员是不能开这个 牌的盒的在赌场工作的时候 都是由主管来开 他会把这个大小王给拿出去 然后主管把这个牌这样给我们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牌的检查 首先呢要把它散开 看一下牌是不是所有的号码都是7的 这个检查的过程呢 这个监控也是在看的 因为如果客人中了大奖的话 我们要把整副牌都拿出来 再重新的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缺牌 就是这样 要全部的都打开检查一下 然后这是新的牌哈 新的牌打开之后 我们就是要这样检查的 后面要检查看看有没有印刷的错误 然后呢前边检查 也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看一看有没有印刷方面的错误 然后检查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有一个洗牌的过程 因为这个牌都是按照顺序来排列的 对吧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洗牌 在赌场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中级德州扑克我们是有发牌机的 所以说洗完的两副牌呢 我们都是放在发牌机里头 按一下按钮它就会出牌 所以说我们都是它这个发牌机呢 是在右手边 OK 那我们这个牌就洗完了 然后放在发牌机里头 如果我们这个牌 比如说你要去休息了 有其他的发牌员来接你的班的时候 我们是要把牌这样放好的 把这切牌卡也放在旁边 因为这个切牌卡在我们工作的时候 是要用的 那当我们接过这个牌桌 那个发牌员去休息的时候 我们接过这个牌桌 我们这个要怎么做呢 这个我们要这样把它分开 然后要再洗一下牌 转一下 洗一下牌 然后放在发牌机里边 那我没有发牌机哈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终极德州扑克是怎么个发牌法 首先呢按一下按钮 当然了我没有按钮 我们 但是我们有手 所以呢 它先出五张牌 这五张牌呢 是玩家和发牌员够用的 这五张牌 我们把这个切牌卡上下各放一张 拿出来把这五张牌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三位玩家玩这个牌游戏 那我们就呢 每个玩家发两张牌 ok 然后呢 最后是发牌员的牌 发牌员的牌要怎么拿出来呢 要用这个切牌卡 上面放一张 下面放一张 就是为了不能让客人看到 然后看一下 你确实是拿了两张 ok 然后按一下按钮 这个 这个 这个机器就把所有的牌 都会 收起来 那我们现在呢 客人拿到了这个两张牌之后 他要做个什么动作呢 他要开始检查自己的牌 对吧 看一下自己的牌 好一坏 这个检查 每个都检查 每个人都检查 那他检查完之后 他就会 根据自己的牌的好坏 他就会下赌注 在我们赌场呢 如果像这种公共的牌 没有打开的时候 他下赌注 那他可以下 他原先赌注 他比如说他赌十块钱 那可以他下原先赌注的三到四倍 十块钱 那三倍就是三十 四倍就是四十 对吧 那他如果觉得他的牌不好 那他可以等到开三张牌之后 再下赌注 那ok 那我们来 因为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家的牌 是一个 是两个红桃 然后呢 最大的牌是 尖 这个牌不在地上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其实 读到最后 真的不知道结果 这个就是大家玩这个博彩游戏最刺激的地方 是吧 就是有的人一看这样的牌 就唉上叹气的 没准他最后还拿了很好的牌 对吧 所以说这个谁都说不好 那ok 那假如说没有客人下赌注 那我们就他要check 也就是说要查看头三张牌 那我们就把头三张牌打开 是有一对圈 那在我们赌场呢 如果发牌员的牌有一个对子 那就证明发牌员的牌是 呃是可以比大小的 如果没有对子或者更好的牌呢 那就证明发牌员的牌是不太好 所以就要把这个一部分的筹码 一小部分的筹码退还给客人 或者是就叫做push啊 不输不赢那一个部分 那再来检查一下 这边呢 这个 大家怎么看 如果你有这样的牌的话 你会下注吗 说真的哈 我对玩牌一点感觉都没有 别看我在赌场发了三年的牌 所以我们打个比方 他们还是不下注 那如果这个时候下注的话 客人的赌注呢 比如说还是以这个为例 他是赌10块钱的话 那他就可以赌他的两倍 比如他10块钱 那他可以赌20美金 他说哎 如果我的牌太好了 我想赌30这是不可以的了哈 或者是他赌10 15块钱 这个也不可以 因为就是他的 这个都是按照规定 赌场的规定 就是他的两倍 OK那大家全部都要再检查 上下的两张牌 那我们把上下的两张牌打开 OK 那大家还可以再检查一下 然后呢 最后看一看自己是要继续下赌注 或者是放弃 那这个牌呢 对吧 他有两个对子 方对圈 还有对六 所以说他就下赌注 因为两个对子还是比较好的牌 这个牌 这个牌 如果换做你 你会下赌注吗 我觉得 他可以下赌注 因为他 他就赌这个公共的牌部分吧 但是他的牌实在是太小了 也有的很多客人 他是弃牌的 就是说我不继续下赌注了 那他就会输掉 他以前赌注的一些筹码 但是有的时候总比你再加上十块钱全部都输掉 好对吧 这个呢 他也是两个对子 对圈 还有对八 所以我相信这位客人他也肯定是要下赌注的 OK 然后大家都下完赌注了 有赌的 有契局的 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发牌员的牌可以打开了 发牌员的牌非常的差 他就是有公用的两个 就是一个圈对吧 一对圈确确确的说 那他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客人还有发牌员的话 他只是玩手中的五张牌 这五张牌可以是公共区域的这个牌 也可以说自己手里的牌还有加上公共区域的牌 那发牌员的这两张牌就是非常的小 所以说他只是比公共区域的牌 那我们现在呢 呃 来看这个牌 是从左 从右到左 来打开 包括我们付筹码也是从右到左 那 这边呢 是有两个对子 发牌员只有一个对子 他有对圈还有对八 发牌员只有对八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为赢牌 我们要付他筹码 但是因为发牌员他 虽然他这里没有对子 但是他这里有对子 所以说他 就是说还是可以比跟这个比大小的 所以他要付他的这个堵住的筹码 OK 我们 付完筹码 就把牌收起来 就这代表这把牌 我已经付完了 这个玩家的牌 已经结束 那我们打开下一位玩家的牌 那他有一个七和有一个二 他刚才我说 我们打个比方 他是不不赌的 对吧 他是那我们就把他所有的筹码都搜走 但是呢 他如果赌的话 其实他也是赢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 这有一个对子 这边他只是他是个六 而他有一个二和七 对吧 所以说他比这张牌是大的 也就是说 他是不玩这两张牌的 但是他要把七加进来 所以他还是比发牌员的这个六要大 所以这个这个玩家他如果玩的话 他也他其实是会赢的 当然他如果去牌的话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他的牌也不大 所以说这就是游戏 这个博弈游戏的一个特别刺激人心的地方哈 不到你揭开牌的那一刻 你都不知道结果 那我们看他这位玩家 他是有两个对子 对圈还有对六 发牌员只有对圈 所以说他也是一位赢牌 我们付他完筹码 然后把牌收起 然后最后呢 就是把发牌员的牌收起 所以呢 那这就是这个 中级德州普克在我们赌场的玩法 大家想不想再看一局 你看我们还是这样 把刚才发完的牌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洗一下 在赌场的时候是要放到发牌机里头 然后我们比如说上一把玩的是这个红色底的这个牌哈 那在赌场的工作的时候呢 那下一把就是玩黑色底的 就是不是说再重复把这个红色的牌再拿出来玩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发牌机里头 还是刚才一样拿出五张公用的牌 这五张公用的牌是按顺序排列的哈 你不能把它给整乱 说我想怎么排这五张牌就怎么排 这是不可以的 你从发牌机里头拿出的顺序 你就要固定好 然后我们假设还是三位客人 然后发牌员的牌是用切牌卡 把它把两张牌上下给它夹住拿出来的 这个呢最主要是防止客人看到发牌员的牌 OK现在呢 客人可以查看它的牌了 一个9一个8 因为这个牌它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也不是一个花色 所以可能有的客人会等一等 当然我也见过很多特别疯狂的玩家哈 他直接就下最高的赌注 这个其实还是不错的对吧 起码是同一个花 同一个花色 这个如果是你 你会下注吗 其实我自己真的没有感觉哈 OK 不管它下注不下注 我们现在先打开 如果它现在下注 它可以下它原先筹码的3到4倍 也就是10块钱 它可以下3倍的话就是30 4倍就是40 但它如果不下注 它说我要check 我要检查 我先看一下 头三张牌的好坏 我再决定 那我们就打开头三张牌 这个时候呢 你打开之前 你一定要问一下客人哈 你是都要都要检查一下嘛 因为有的客人 他在看完牌之后 他就在玩他的筹码 有的客人他是无意的 但是有的客人他是故意的 因为什么呢 那当你要打开这个牌打开之后 他说我要下注 你为什么不等我 其实他的牌不错 但是他在犹豫 对吧 然后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客人 发牌员的身上 那有的时候主管就会说 让他下注 对吧 但是呢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不给任何人留下这种 这种画饼 就是不叫画饼 它叫把饼吧 就是说让他给你工作找麻烦 对吧 就是说你宁愿慢一点 让他等一下他 因为你招商的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三张牌打开之后 他可以再查一下 他的牌的好换 哎呀 我是完全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下注 哎 这个其实还不错哎 他有一个对子 对四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客人 就会下注了 对吧 这个也有一个对四 OK 不管他们下注不下注 我们把下面的两张牌打开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 不太好 对吧 这个起码还有个小对子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说 OK 客人不管下注不下注 他如果假如说这个牌 他觉得不好 他不下注的话 我们会要把它丑码就收走 因为它不下筹就都被它弃牌了嘛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打开发拍员的牌 för那 cider 发拍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street 就是大家是按照这个水平来排列 对吧 二三四五六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 玩家都会说 发牌员你怎么这么坏 你为什么有一个 然后这个虽然有一个对子 但是呢发牌员的牌更大 因为它有23456的牌列 对吧所以它为书牌 筹码收走把牌收走 这个也是一样 虽然有对子但是呢牌太小 把筹码收走把牌收走 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就 把 发牌员的牌收走 这个就算完成了这一局的发牌 上一把牌呢发牌员是有一个顺子 发牌员好坏 其实这个牌是什么样子 谁都不知道 我们洗完牌之后把它放在发牌机里头 我们再来玩一把看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家里的发牌 虽然我在家里头不会一个人 这么无聊的去玩牌 但是呢我觉得发给大家看 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让大家看一下赌场发牌员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发完了五张共同的牌之后 我们发客人的牌 其实一般情况下一张牌桌 它是有六个位置给客人玩 最多六个客人 我们在家呢练习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练三个人 三个位置哈 练六个位置的话 这个桌子不够大 然后拿到发发牌 然后拿到发牌人的牌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客人请他们看牌 你怎么看 如果你得到这样的牌 还有这个 哦 这个还不错 有一个对子 胆大的客人 这个时候就会下三到四倍堵住 假设客人有的继续看牌 有的已经下完了堵住 那我们打开头三张牌 那我们打开头三张牌 还是要确定一下说 I'll check 就是问一下大家都想check这个牌 当然下完堵住 他就不用在乎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 你说那我可以先打开两张牌吗 不可以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先打开三张牌 所以我们就打开三张 然后这个时候 有的客人在决定 他也有一个对子 他可能也会下堵住 这个也有一个对子 对根 他肯定也是会下堵住的 这个是对三 所以他刚才已经下完了 他就不用再check这个牌了 在赌场呢 他已经下完堵住 比如说他已经下完了三到四倍的堵住 比如说他十块钱 他下了四倍 四十块钱的堵住 他人家打开牌了之后 他说我再看看 我忘了我的牌是什么 不可以再打开了 不可以再碰这个牌了 OK 所以说那 该下完的下完了 那他可能要打开最后的这两张牌 那我们来打开最后两张牌 来看一下 因为不管他下完没下完 对吧 我们都是要把所有的牌都打开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牌 还是一个堆子 一个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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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玩家已经下完牌 那我们就把发牌人的牌打开 最后 发牌员的牌是有一个堆子 很小的一个堆子 是对二 所以说呢 那他玩的牌就是 这样 就是把最小的两张牌去掉 只玩五张牌的话 他就是这样的 对吧 这个堆子 他虽然 他二虽然小 但是他有个堆子 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还是从左边 来检查这个牌 从右手开始检查了这个牌 对三 比对二要大 所以这个玩家是为赢牌 我们付完他的筹码 我们把牌收走 这个玩家他有对高 然后呢 发牌员只有对二 最大的是对二 所以这个玩家也是赢牌 我们把他的牌收走 这个呢 玩家他是对五 发牌员只有对二 他如果没玩的话 没有下赌注的话 那他就会放弃 他如果玩的话 他就会赢牌 我们把筹码 付他之后呢 把牌收走 然后就是把发牌员的牌收起 对局就算结束 好了 这就是终极德州普克在赌场的玩法 如果你喜欢玩这个游戏的话 祝你也得到一个铜花大顺 多多赢钱呢 赢这种奖励 真的是几万分之一的幸运吧 因为这种奖励池呢 它也是积攒了一两年 才攒了二十多万 结果有人真的会赢这样的奖励 我们其实非常为他们高兴 因为大家来赌场玩 不就是想赢一些钱吗 对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呢 爱你们 and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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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